咖飘汁 今天我来跟大家聊一聊不同的咖啡的制作方式 用到不同的研磨度的问题 这要从我前段时间遇到的一个事情说起 前段时间有一个用摩卡壶做咖啡的小伙伴 他说他刚买了牛了个牛的拼配的咖啡豆 怎么做都很苦不好喝 于是我就打了电话过去 我问他你之前喝的咖啡豆是什么样的烘焙 你之前喝的味道是怎么样的 了解了这些基本的信息了之后 他说他以前喝的咖啡豆烘焙度 比我们的这款要烘的深 做了之后加牛奶很好喝 我们怎么做就感觉很苦 没有那种甜味 通过他的描述了之后 我就大概的预判出来了 这种情况要么就是在萃取的时候出了问题 要么就是在后边的咖啡和牛奶比例 多少出了一些问题 经过我的一些指导 好他调整了之后就改善了一些问题 那这个问题呢 就是让我产生了一个想法 就是说我要不要做这么一期视频 让大家参考一下不同的器具 它的一个研磨萃取的比例 让大家在制作上面呢有一些参考 那今天呢我就整理了 意识机摩卡壶手冲壶低绿机 这么几种制作的方式 我们先从研磨度的粗细来讲 从左到右依次是意识粗细 摩卡壶粗细 手冲和低绿的粗细 有很多小伙伴一直建议我说 让我用一个直观的方式 来呈现出粉的粗细度 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能够参考 我一直也没有找到什么样的方式 能够直接传达出来粗细度的这么一个标准 因为我没有办法用视觉的方式 来直接表现出来它的粗细 也没有一个直接的数据 来说明它的尺寸 我们只能按照一些磨豆机的参数 来给大家一个参考 那我自己采用的小奥磨豆机 从入门的TiM的粒子C和Hero的Z3 另外顶配一点的是粒子的XLite 还有Hero的Z7 那下面呢我制作了一个每种器具参考的表格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那另外我解释一下 这个表格是给到大家参考的 因为每个人你使用的咖啡豆不一样 它也需要调节 我自己测试使用的 我们牛了个牛的咖啡豆 它是中深烘焙的 是哥伦比亚加威迪玛拉 那如果你使用的咖啡豆 它的烘焙度是极浅的 那它的硬度肯定要比我们的这个要硬 那在这种情况下 那你就需要把磨豆机的研磨度 再调细一些 那这样才能够达到一个更接近于我们做测试 使用的咖啡粉的粗细 当你有了合适的咖啡豆的粗细了之后呢 你用不同的器具来制作 基本上不会有非常大的问题 一时机的粉碗是多大 那你就用多少克的粉来萃取 那25秒萃取出来 双分的浓缩 那这个浓缩它就对了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点是 如果你要再加水或者是牛奶 那你也有一个合适的比例 那整杯咖啡喝起来才会平衡 那比如牛了个牛的频配 我们加250到300毫升的水和牛奶 那这个比例啊 它喝起来就刚好很平衡 但是如果你用的是极浅红的咖啡豆 那你做出来的双分浓缩 它可能加的水和牛奶的量啊 就要再少一些 因为浅烘焙的咖啡豆 它做出来的浓缩的味道啊 会更淡一些 接下来摩卡糊 它的粗细度其实是比较难掌控的 因为它处在手冲的粗细 和意识的粗细度之间 那粉粗了 你做出来的咖啡的味道就很色很酸 没有甜感 而另外 因为大家用双分摩卡糊的人比较多 所以呢 我就用双人分的摩卡糊 来做示范 那粉粮呢 是要根据咖啡豆烘焙的深浅 那用到13克左右 其实不同烘焙度的咖啡豆啊 就算你用的量是一样的 你放在它这个粉碗里边 它的体积大小也不一样 你烘的越深 你放在这个粉碗里边 它体积越大 烘的越浅 放在粉碗里边 它的体积它就越小 那摩卡糊的粗细度就要对了 下壶的水量也合适了的话 你做出来的咖啡不会太难喝 因为用的的粉量小 所以说摩卡糊加的水和牛奶的量 也可以少一些 我们这款呢 我就加了200到300的水 或者是200到250毫升的牛奶 那这个比例就刚刚好 水的话就到在泄压阀的下边 泄压阀的下边的话 基本上它的这个克重啊 在100多一点点的样子 下壶用水的话呢 大概就是可以用到100毫升左右 然后呢100多一点点也行 粉量呢 我用的是这是14克的粉 这个是属于深烘焙的 如果要是浅烘焙的咖啡豆 在这个里面的话 14克可能会显得更少一些 然后你看像这样的一个状态 它是一个比较好的摩卡糊的萃取状态 因为这个是属于双发的摩卡糊 然后萃取出来之后呢 就直接就可以倒在杯子里边 像这么多的一个萃取量的话 再加250到300毫升的热水 它就是一个热的美式 如果要是再加牛奶的话 可以加200到250毫升的牛奶 这样做出来的话呢 它的咖啡和牛奶的比例 才会喝起来比较平衡一些 这是萃取完的这种状态 它的粉量如果要是合适 粉的粗泻合适的话 它的状态其实是比较完整的 最后我说一下手冲和低滤机 其实我很少做手冲咖啡的视频 是因为它的入门相对易式咖啡来说 要简单容易的多 通常你一个好的咖啡豆足够新鲜 其实你不管怎么样冲出来 它的主调不会错 至于你要用什么样的滤杯 什么手冲壶 挤刀流 怎么闷蒸 之类的这种方法和方式 这些都是锦上添花的小技巧 重要的还是你要把水温 粉量粗细 粉水笔 以及冲完一杯的时间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区间 你冲出来这杯咖啡 它的浓度就没啥毛病 好的豆子你怎么冲它都好喝 另外我再来到有些小伙伴 你们买了咖啡豆会先磨了粉 那在我们网店买咖啡豆磨粉的比例 其实还是比较少的 那出于我的一个好意的提醒 就是如果你是真的选择要带磨粉的小伙伴 我个人其实更建议你买罐儿咖啡 它会比你带研磨更新鲜 那味道也会更好 那这里也预告一下 我们的罐儿咖啡也正在设计中了 大家伙可以期待一下 那最后希望今天的视频能够让大家了解到 做咖啡时候需要掌握的一些基本的重要的信息 Coffee is not serious about life Cheers